你获得胜利赛资格,总结一下整个选拔赛资格的选拔赛 我觉得这次选拔赛,其实更多是心理对抗嘛 毕竟打的比分不是特别焦专,也没打到决胜 可能赛前准备到决胜局,但是在场上每一分大家都非常紧张 特别是到快赢的时候,其实整个人也是跟这些打冠军杯一样 就是越到赢的时候,人心里越紧张,然后手脚越控制不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经过上一次的一些惨痛教训嘛 然后这次我觉得在第三局的时候,然后领先,然后又被人落后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自己会更有一些方法吧 毕竟那时候经历过一些心理的波动,如何去调节心理的状态 就是你把自己的经验教训,然后用在上面一步一步的能够控制住自己 对,因为我觉得其实打到后面,其实技术的时候大家都很明白 那时候就更好想是心理每一分的出手,每一分怎么打命中率 我觉得这个时候经过之前教训自己,通过赛前一些准备训练自己也去慢慢去调整 也是在难受的时候,变扭的时候自己一步一步去咬,把比分抠住 拿到这个名字的方式吗 我觉得就比较正常吧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,其实更重大的意义就是比赛吧 如果就能上场的话,我就更加好,如果上不了场也会给队里加油 但是我觉得运动员嘛,毕竟要去比赛 其实参加这次我觉得也非常好的选拔也是锻炼到自己 就是让自己不足,就是去弥补一下,就是看到自己的一些缺点 就是通过一些的竞争,一些的磨练,让自己的心理更加强大 其实拿到这个参赛资格,更多的也是有压力吧,毕竟也是要参加比赛 对,因为这个毕竟是对内比赛,可能观众没这么多 当可能在真实到赛场上可能会更加紧张 那时候我觉得更需要心里的抗压